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交易当事人以电子化设备和各类的交易卡为媒介 透过网路系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发出支付指令 实现货币的转账 线上购物支付透过网路跟网路商家交易 并进行线上付款后 和实体商家完成交易付款 取得商品或使用服务 线上转账支付让用户从他们的银行账户 借由网路直接转账到受款人的账户 另外一种支付的方式 线上支付的方式是 个人间转账支付 person to person payments P2P 则是让用户从银行账户以手机 直接转账到另外一个人手机上的账户 仅需要知道手机的手机号码或email 不需要对方的银行账号 就可以直接转账 并已及时简讯通知对方收款了 已经付款了 然后支付的流程 线上支付的流程如下 它一样跟刚刚支付的流程一样 它只是多一个凭证管理中心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行动 ATM支付的技术的流程 它是存款户跟银行之间 存款户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接下来银行拨款给售款户 售款户就是卖家 卖家提供存款户就是买家 商品跟服务 接下来是P2P P2P它各方面的单位如下 就是银行当作中介 然后有各个存款户 它们分别是买家跟卖家 接下来是安全加密机制SSL 使用加密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安全的通信管通道 以便将客户的信用卡卡号传送给商家 能保证双方通信时数据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互操作性 在安全要求不太高的时候可以使用 原因在于使用 在于虽然SSL可以用于双方互相确证身份 但实际上该机制为客户身份之单方认证 而该商家所掌握的信用客户的信用卡卡号 而商家诈欺利用信用卡卡号 道路信用卡卡号是SSL 协议所面临的最重的问题之一 接下来是安全电子交易SET 为实现在开放网路上使用付款卡 支付的安全事务处理协议 它透过凭证管理中心 确保商家案客户的身份认证 跟交易行为的不可否认性 使用双重签名技术 对SET交易过程中 消费者的支付讯息和订单讯息分别签名 商家看不到支付的讯息 只能接收订单讯息 金融机构看不到交易内容 只能接收支付讯息和账户讯息 保证消费者账户跟交易讯息的安全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信用卡支付业者 线上支付业者推广的实例 首先我们来看看信用卡组织 推动的线上支付方案 第一个是Mestercar Mestercar它推出Mestercar付服务 在2014年10月推出网购支付平台 提供消费者整合多张卡片 并除除付款资讯以手机电脑或平板等装置 进行线上付款 接下来PayPass Wireless服务 2015年推出 整合实体行动支付网购浏览账户 及其提醒支出推送折扣 优惠券及与忠诚计划等 合作伙伴可结合PayPass Wireless API迁入网站 以接收Mestercar 其实利用这种促销的活动 的确可以提高客户的忠诚性 接下来我们看看Visa组织 Visa也不甘示弱 然后它推出Visa Checkouts服务 2012年6月在台推出 提供国际P2P汇款 单次金额上限为2500美元 支援手机网联ATM或分行零贵等 然后Visa全球通会Visa Direct服务 2014年7月推出提供手机电脑和平板等线上服务管服务 2015年更以行动互联系车的概念 推出Visa Checkouts Connected Card 接下来看看国内银行业者推动的线上支付方案 首先是国泰四华银行 太好付APP 然后还有国泰四华CocoAPP 国泰四华买Mobile BankAPP 华其银行无实体商务信用卡 兆丰银行行动金融卡APP 兆丰行动ATMAPP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什么叫第三方支付 只在买卖双方交易过程当中 由于具备信誉保证的独立机构担任信用中介 并以网络为基础 透过与各家银行之间达成 嫌疑并签订合约 其实为什么有第三方支付呢 最大的起源是起源于 网络拍卖 网络拍卖的时候 我们买家跟卖家买到东西 有时候我们都是担心 卖家所卖的东西的品质 是不是符合他在网络上广告的需求 而且卖家卖出东西以后 货物寄送到以后 他也很担心买家他没有付款 所以说就有第三方支付的崛起 从消费者商家跟银行之间 建立一个有效的链接 实现从消费者到商家 以及金融支构之间的货币支付 现金扭转及资金结算等一系列的功能 第三方支付平台实际上 就是提供信用担保和技术保障的功能 以保障交易过程当中 金流和物流的正常运作 这样的交易方式跨越国际 具有外币汇兑的功能 并提供履约保证机制 确保款项跟货品安全 在交易过程当中 双方的个人资料更不会提供给对方 第三方支付和线上支付的差别 为第三方支付为用于 将款项存在特定的账户当中 而线上支付不会 所谓第三方支付的流程 第一个 首先像银行跟第三方支付平台 之间为暂时保管货款 接下来买家跟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流程 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买家付款的方式 然后买家就是付款给第三方支付的平台 而且通知第三方支付平台通知已到货 然后第三方支付平台跟商家之间的行为就是 通知第三方支付平台已收到买家的货款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款项拨付给商家 然后买家跟商家之间的交易行为就是 线上订货跟寄送商品 第三方支付业者的推广实力 我国第三方支付服务的管理法源 直到2015年5月 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生效后 才正式有第三方支付的专法可循 在此之前是以信用卡业务机构管理办法 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 作为第三方支付服务的法源依据 目前我们国内有三大开放 第三方支付有三大开放 第一个是线上儲值 每个人储户汇款上限已开放到3万元 未来消费者不必另外再到实体营销开户 可在网路开户透过认证程序即可直接儲值 以便进行网路购物或参与线上的游戏 业者也只要符合3億元资本的申请门槛 经过许可即可经营 等于非金融业也可以加入 提供电子商务的均流服务 接下来是线上实质交易服务 提供O2O线下实质交易服务 让业者可以做虚实整合 一指第三方支付不仅可以用于网路交易 还可延伸至实体世界交易 只要虚实业者愿意提供服务 即使消费者去业市或者是小吃摊 除了传统掏出现金的负账方式以外 只要拿出手机刷商家的二维条码 消费者就可以透过网路出职账户中扣款 同样可以完成交易 这样子不是很方便吗? 无实体交易汇款 开放P2P无实质交易汇款 以催生小额经济 如电子书、音乐等无实体的商品 因消费者购买频率非常高 但是消费的金额很低 此次新法开放后 有助于小额付款机制的运作顺畅 让金流更为顺畅 也能提升我们的经济 国内电子支付专营业者推动第三方支付的方案 首先我们来看看欧富宝 欧富宝游戏公司OMG集团 在2015年10月14日 得到国内第一家电子支付专营的执照 他是国内第一家获得金管会颁发的 合格电子支付执照的业者 接下来是支付宝 游戏公司、自贯公司 在2015年12月30日 获得金管会专营电子支付机构 业务许可 接下来是热点行动支付 游戏场、橘子集团 在2015年10月23日 核准取得专营电子支付机构 专事营业执照 国际年PC Home集团 下的子公司 支付年100% 转投资的子公司 国际年股份有限公司 他在2016年3月28日 获得金管会合发的专营电子支付机构 营业执照 台湾第三方支付 金管会在2016年3月31日宣布 核准台湾第三方支付公司 申请专营电子支付机构 业务许可 成为国内第五家专营第三方支付机构 接下来是国内电子支付兼营业者 推动的第三方支付方案 首先我们来看玉山银行 他推动的是两岸支付通 在2012年3月推出 提供中国大陆跨境线上金流服务 与支付宝跟财富通服务 接下来是永丰银行封掌柜 2013年9月推出 协助买卖双方的网络代收付 提供网页付款纽 也可以协助扫描QR Code 网购 接下来是中国信托的Pokaki 在2014年3月推出 对买家主打快速收款 必提供网络收银机服务 对买家主打快速付款资料安全 家经保管与验证安全 玉山银行玉山拿全球通 2014年4月推出 提供欧美跨境线上金流服务 与PayPay合作 云大银行元大一副通 2014年10月推出 提供中国大陆跨境线上金流服务 与中国大陆快钱合作 台新银行网络交易代收付服务 2014年10月推出 与支付年欧富堡、南兴科技 台湾支付、支付堡 与支付堡等业者合作 台湾银行有台银行的收银台 2015年5月推出 才实名认证的会员制 结合AOTP 与自然凭证 每日的交易上限为50万元 招锋银行招锋支付 Makeup ePay 2014年1月推出 与支付堡、财富同与快钱 和大陆的快钱合作 第一银行第一支付 FIRSTPAY 2012年6月推出 还有第一银行推出的 跨境第一支付 2013年11月推出 提供两岸商务的第三方支付 还有华南银行的一支收 2014年10月推出 提供网路交易代收付 以及儲值支付账户服服 新光银行新光新支付 2015年1月推出 提供跨境网路交易代收付 及儲值支付账户服服 与财富通合作 小捷 了解线上支付 第三方支付目前发展现况 国内发展现况 本课程到此暂时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同学稍作休息以后 继续收视下一个单元